好 好 娜娜真的不回来了 要不我们还是跟她留一点吧 她一个礼拜没有几天 在家吃饭的 她不是在学校 就跟朋友出去玩了 这一点你可真要向娜娜学习 你一个人在外的 还是要多交些朋友啊 你一个人老总是闷在家里 闷着这样不好 我带来那些土特产 你拿到单位里头去给大家发一发 不用了吧 他们得不一定喜欢吃 这个喜不喜欢吃 他也是从老家带来的 那跟超市里买的不一样 是有心意在里头 你这孩子吧 说你少跟筋 你自己又不爱听 来来来来 你一个人在外地 是要多交些朋友的 当然了不是什么朋友都交 交朋友还是有选择的 那妈你是不是觉得 我交朋友你都不太能看得上 那你之前都交些奇奇怪怪的朋友 我哪奇怪了 就你觉得奇怪 怎么是我觉得 初三那年都火烧眉毛了 你非要跟那个女孩玩 叫什么来着 她叫冯妍妍 我没觉得她奇怪 也没觉得她有什么问题 她只是说话有点不清楚 还没问题呢 要不是我当时制止 你连重点高中都考不上吗 妈 我觉得 成绩不能代表一切 她人很好 那也是因为你这都过来了 算算算 不说了 不说了 来来来 吃海参 用点汁 娜娜 怎么了 慢一点 老婆 老婆 你贼成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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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婆 孟晚清女士 你好 你让她先坐这儿 老婆你给我倒杯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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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喝了多少 陶大哥最近说是赚了一笔钱 给我们舞蹈社找了个新场景练习了 还请我们吃大餐 大家一高兴就喝多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 应该的 谢谢你了 谢谢你们四人 回来 老涛 我们先走了啊 陶大哥下次再喝 回见啊 别走 走 别把我客人给我弄走了 我的客人就这么着待你 不像话 你想干什么 我 你想干什么 你看你 你 你 你怎么对待我 你怎么 你这 你多羡慕 瞪眼 你看 老婆 老婆 我现在头晕了 红了还不舒服 你 你给我弄杯封面水啊 快点 老婆 陶大蕾 我给你的钱 你就这么糟蹋了 那是我一分一分 辛辛苦苦 赚回来的钱 你就糟蹋给你那帮 狐狂狗友 还请他们吃吃喝喝 还租什么新的场地 你有没有良心 你凶什么 不要对我这么凶 老婆 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 都是有一个男人 我现在默默地支持她 对不对 对不对 咱们拍拍胸脯 好好想一想 我这么多年 在你的背后 我是不是在默默地付出啊 我很辛苦的 对吧 再说你那个 你那个钱 好 喂 大姐 赶快跟你讲 给你打个电话吧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了 娜娜出事了 我跟一姐姐正吃饭呢 她进来二话不说 就冲着在沙袋踢啊踢啊踢 到现在 这都踢半个多小时了 娜娜如果真有事 她踢完沙袋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你 我说了什么你听明白了吗 你不能什么都由着孩子 你这人怎么那么心大呀 姐 我 娜娜怎么了 我这事儿挺大的 没事儿 我就想躺会儿 你别在这儿躺起来行吗 我这事儿挺大 你别在地上躺着啊 没事 妈 你 你习惯一下 她平时发现就这样 挺正常的 但今天 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我这在一家家里面 你最后复杂姆 你最后复杂姆 我真是真没事了 看来她还真是什么 都跟她妈说啊 我一直以为 你二姨是在我面前显摆呢 娜娜和二姨 就像朋友一样 我什么都说 你很羡慕吧 我跟你说 妈就是妈 为了孩子 妈能豁出命去 也不一定非要豁出命吧 也不一定非要豁出命吧 我是挺像你 张伟雁又结婚了 我以为她回国 是因为她跟她女朋友 分手了 我就有机会了 谁知道她 你现在知道 总比以后知道好 妈妈害怕没有人嫁嘛 一大把人等着呢 不是 我觉得我那心都要碎了 我 那你 你知不觉得我特别傻呀 你要是傻 这世界上没有聪明人了 你这倔皮戏真的太小伙子 那你要是我的坏 你怎么做 你还能怎么办 你已经喜欢她这么多年了 怎么着又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对不对 你就大大方向上 把这个事做个了结 你千万别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去哭啊 你千万别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去哭啊 我没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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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对 张伟雁还配不上我呢 这才是我的娜娜 这才是我的娜娜 你早点睡 明天起来 明天起来 太阳照常升起 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妈 我想你了 要不然五一你回来 妈妈带你散散心 好吧 来 你干什么 我跟女儿说两句 娜娜 老爸 老爸今天啊 跟朋友在一块儿 喝了几杯 高兴啊 我女儿是博士 她们都知道 老爸 老爸 老爸呢 有些事啊 要提醒你一下 你呢 喜欢读书 爸不拦着你 可是 咱偶尔能不能也考虑 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啊 爸 爸是等你清醒的时候 再跟你说吧 我先挂了啊 你别挂 爸又又挂了爸这个 爸爸是关心你 你看啊 你读博士三年 读完博士 兴许还要读博士后 到时候你多大了 到这个时候 你生孩子都费劲 对不对 拿回来 你 你别胡说八道 你给我 我跟女儿说两句 你 你 不理你妈妈 你奶奶说得对啊 这个女孩子的 最重要的事 就是结婚生孩子 谁说女孩子 最好的回宿就是结婚生孩子啊 爸爸就是不想你太累太辛苦了 你说你找个好的老公 嫁了他 有个好的依靠 不是挺好的吗 爸 我要靠自己 我不要靠任何人 哎呀呢呢 你说毒的嘴毒啊 事业再好 有什么用 你奶奶说了 你女孩子 你大了嫁不出去 那就成了赔钱货了 你爸喝多了 别理他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 不许对着我女儿胡说八道 否则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分钱 我胡说什么了 我那不是对她好啊 我让她找个好人嫁了不对吗 难道让她像 像你们家那些女人一样啊 你妈 你姐姐 你妹妹 像他们一样 你想让你的女儿 现在就休学去嫁人是吗 让她嫁给像你这样的窝囊废 你没有资格干涉她任何事情 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你去哪儿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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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越也越好 谁是窝囊废啊 我怎么窝囊呢 女儿能读博士 那就是遗传了我 我的智商才华 没良心 就是说走就走 啊 啊 啊 我… 姐 球球呢 睡吧 确实买的是往返机票 我也没有想到 会拖得那么久 赶不上飞机 只能坐高铁回来 今天是球球第一次演出 她在台上一直在找你 我以为咱们离婚以后 你的这种只顾工作 不顾家的习惯 能改一改 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 别责怪我了 我这一天也不容易 我记得当初咱们 讨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会尽全力的 陪伴她 照顾她 可是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怎么了 我现在也在尽全力 当一个好的母亲 可是我的事业 刚刚起步 你就不能对我 多一点理解吗 在球球的成长度上 有很多东西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根本无法弥补 你心里也很难受 对不对 我知道 你可能比她还难受 可是我希望你 能够尽职尽责地 做一个母亲 不然你 不然怎么样 我不会当妈 对吧 明天我来接球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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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在家呀 回来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你不是去接了吗 我 你三点钟学校不就没课了吗 求求在幼儿园等到五点半 求求在幼儿园等到五点半 那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我天天去接他 你就接了这么一次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是我没资格说你 你天天接 我这下午一堆会呢 我这会都没开完 我就得接他 你这不没事吗 就你有事 就你忙 你怎么知道我没事 今天平之声的结果下了 我又没平常 三年了 跟我同时期进去的同事 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我又不是女学校领导 平不让之声怪我呀 再说你平不让之声 就把气撒到我身上呀 就不去接孩子呀 你有什么资格当爸呀 我有什么资格当爸 你有什么资格当妈呀 你给他做过几次饭 你哄睡过几次 刷牙 洗脸 念睡间故事 确实这些做得我都不如你 但是你也体谅体谅我 我这不刚创业吗 我原来中午饭都没吃 行 我体谅你 你的工作最重要 我求求不重要 这个家也不重要 这个家怎么不重要了呀 我这样辛辛苦的创业 不就是为了这个家 生不得更好吗 就凭你这点工资 够干吗的呀 莫莉安 你别太过分了 你可以看不上我做的工作 但是至少你看在我 支持你创业的份上 你也体谅体谅我 你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吗 你是当老师的 我是搞教育的 你可以辞职嘛 然后我们一块儿创业 冯雅 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愿意去做你赚钱的事业 可以 你去 但是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只知道 用钱来衡量一切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肤浅 清晓 你看着我 我们在上海 租这个地段的房子 钱不重要吗 每个月水电费有多少 你知道吗 球球上这么好的幼儿园 他吃的穿的用的 哪个不是我用钱赚来的 我知道 咱们当初 爸爸 租这个房子的时候 不是 老师叫我文化感谢的人 这个是爸爸 这个是我 心里只有你爸是吧 就没有我这个当妈的 谁腾了一天一夜 把你生下来这样 孟严 您干吗 你穿的吃的是谁给你赚的 你住的房子是谁给你赚来的 我你整出孩子的吗 你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我可以当妈 我我根本就打开 我得分手 我得分手 我会分手 那么多rey 我看得分手 那是你 你還好嗎 怎麼聽著聲音有點累啊 是有點累 不過沒事 你說 我聽說了 你最後還是決定 不要投資了 是嗎 是 這兩年樂學好不容易 做出點考慮 我不想盲目擴張 砸了自己的招牌 但是你如果錯過這次投資 那樂學的發展會慢很多 我還是堅持做什麼 都不要忘記初心 確實有點可惜 但是我不後悔 既然決定了 你就不要再勸我了 好 那我就不勸你了 今天晚上要不要我過來陪你 我想一個人待會兒 你怎麼這麼多充滿 那我掩護你 你怎麼這麼多充滿 我真的要勸你 我怎麼會去 我真的要勸你 我都要勸你 我也要勸你 我怎麼不去 我都要勸你 为什么呀 别的女孩子都喜欢买个娃娃呀 买个包包啊 你好 今儿收这些破烂 这怎么是破烂呢 行行行 我走了 把那土特产拿着 拿啊 你那个衣服 衣服太皱了 我给你运运 上班又有个上班的样吗 不不不 我换一点 换一点 换一点 妈 我赶时间 我走了啊 慢点啊 这儿 那儿 东那儿 西的 最近哪一招啊 一姐 来得正好 今天下午跟我去趟小红梅吧 跟冯团团长介绍一下 咱们剧院的前期宣传计划 今天下午就去啊 进场什么呀 你不是早就开始做企划书了吗 正常发挥就行 我对你有信心 那我赶紧去准备 不用那么麻烦 来来来 坐 你先坐 你啊 现在 就把我当逢风团长 对着我亲自演示一遍 这冒心虫啊 又被领导召见了 看见了没 这门都关了 小红梅剧团在手 李怡景自然是随你分手 这小红梅就是个幌子呀 办公室谈工作 谁大白天的把门关得这么老啊 有必要吗 我跟你讲啊 就他们两个没有毛衣 我这个名字倒过来写 你想一想 这李怡景快三十岁了 没有男朋友 托上这个崔经理吧 还不拼命往上扣啊 现在不得了了 抱上大腿了 一天三次催我要灯光 盗居部门的方案哪 真是烦死了 我就看不到他那个得意的样子 还能怎么办 做好自己的事吧 那牌子不要了 舞台灯光 舞台扩张 还有舞台视频 大概就最后这些部分 这个地方还是要改一下 要突出咱们剧院的优势啊 好 我记一下 对 还有这个地方也得调整啊 一姐 你今天喷香水了吗 崔经理 我拿出去 我 我马上 我闻到一股特别好的味道 不是你这样的香水味吗 崔经理 我妈妈打电话 我得赶紧接一下 那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因为你 早上让你拿的东西你忘了 我明天再拿也行啊 就你那个脑子 什么时候能指望着上你啊 还不如你姥姥呢 现在上班时间 我看看怎么了 来都来了 干什么呀 人家工作呢 看看你工作的环境 你座位在哪 那边啊 你们好啊 打扰了啊 这是钱姐 这是梁妈 这是我妈 这是我家里带来的 一点土特产 早上要李锦带来 结果她上班忙 忘记了 快 给大家分一下 钱姐 这个糕点 谢谢啊 这总归是甜的 压疼 吃不了 我 我生通饮食 生通饮食啊 我知道 其实那个不好啊 尤其是对女孩子 对身体不好的 该吃什么吃什么 就是最好的 来 带回家 给家里人尝尝 这个尝尝嘛 尝尝 来 我们依瑾呢 年纪小 有些事情可是做得不周到 但是她从小到大 都没有做出过月隔的事情啊 有些事可能是误会 不过不要紧 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当面说 不要背后议论 好不好 不是 阿姨啊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大家都是同事 和和气气的 不会有什么误会的 那刚才不是误会 在卫生间是故意说坏话 是吧 我今天一上午都没有去过卫生间 这个 这个 梁曼可以做着啊 妈 我们先走吧 不要着急啊 阿姨 我们那个新领导办公室 就在前面 我觉得这个糕点呀 也该给她送几盒 是不是 是啊 领导跟你们一样 一人一份 走了 这什么人啊 都听我们说话 我没说错呀 是 谁能抓到那就 小伙子 我还有什么 可以 做直到这个 你也会随着 好了 过来 把我做的时候 就负责了 先说 我走了 我知道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去上班去吧 我送到你 不用了 老三 你不是在忙吗 不用管我呀 不用了 出去吃饭浪费钱 我去找你去 你等着啊 你小姨那儿 从这儿坐公交车怎么走啊 坐什么公交 给你叫车 我 我坐公交就行了 我给你花 反正我们现在呢 就是处在乐学 扩展业务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需要的就是 最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 钱的问题 我来想办法解决 今天会先开到这儿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就在群里给我留言 姐 又终于把你盼来了 来 快进 这是给球球买的呀 啊 你买这么多呀 孩子嘛 吃 你给你拿鞋啊 你来 看看鞋 你说说你 来上海这么久都不来找我 我以为一锦那个 介绍对象的事 生我气了呢 早忘了 不来找你是怕影响你工作 麻烦你 你就愿意麻烦二姐是不是 我看你们俩麻烦得很开心的 就不来找我 我跟他也吵也闹啊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不信 姐 喝口水 那是我们的卧室 那是球球的 我 我不打扰你工作吧 你一会儿还去接球球吗 不用 今儿下午秋夏去接 说今晚要带他去游乐场玩呢 秋夏下了班还帮你带孩子 这是应该的吧 他毕竟是球球的爸爸 姐坐 你就知足吧 毕竟也是个大学教授 下了班帮你带孩子 这样的男人 打着灯笼都难找呢 你眼神也真是好 我们家李一锦 要是有你这三分之一的眼神 我 我就那么操心了 姐 你就这么足吧 你就应该向二姐学学 把心放开了 你就让一锦自由自在地去生活去 别管那么多事 老二那个 心大的 那么大我可学不了 李一锦呢 也变不成大呢 我当初拼了老命把他生下来 现在 他成了我的唯一了 你看我光给你倒水了 我们切水过去啊 不那么忙啊 喂 我新买那身那一户 你给我放哪儿了 就在衣柜里啊 我说的是那身红的 你给我塞哪儿了 我怎么找都找不着 我说这些日子怎么股票老倍钱呢 穿红的忘我 你股票亏钱关我什么事情啊 少废话 以后我的东西你别放了 出没头 我那是帮你收拾收拾 就在那个带锁的抽屉的 下面一个抽屉里 我 我想问你啊 你这两天去下楼看我妈了吗 没去 神经病 我先把你 Komm 上一个过亚 Lambda 你抓到鸡头 鸡刺 你做了什么 你做什么 他不是我的 你看一下 这有准备的资料 好 宣诚部分没有提 冯团长 这位就是崔经理 冯团长 终于见上面了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 总经理我叫崔宝辉 初次见面 请多观照 你好你好 崔总 你好 我是冯妍妍 你好你好 我还以为这次 只有李一锦一个人来呢 你叫冯妍妍 是语言的业吗 你是哪里人啊 我很早就出国了 也算是在国外长大的 之后呢也就一直在 国外的剧团工作 怎么了 你认识跟我同名的人 我应该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啊 冯总长 没事儿 那我们言归正传 请 我们选择跟你们剧院合作 主要是看中了 你们对我们公益演出的支持 所以我想先听听看 你们的宣传计划 以及剧场安排 如果合作愉快 也许我们可以成为 固定的合作伙伴 那太好了 冯团长我跟你说 我们剧院有着一流的场地 但是缺少的呢 就是像小红梅这样的 有着原创作品 有着巨大观众 号召力的优秀剧团 一锦 你快跟冯团长先介绍一下 来 来 来 我都放在这个油盘里怎么 怎么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啊 这 这油盘是空的 冯团长 那个稍等啊 没关系 既然这次没有准备好 我们可以在这儿下次 冯团长 等一下 来 阿姐 吃点水果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一年多快两年了吧 你们两个离婚了 就想还陪你回去过年呢 嗯 我们当然说好了 就是妈身体不太好嘛 她陪我演戏 我 我下次回去 就跟妈说这事 你别跟妈说吧 她这辈子 最期盼的就是 我们三个家庭幸福 你跟她说你离婚了 她该怎么想啊 没准妈呀 谁想能开 想得明白 你一个人离婚 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就这么生活呀 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 回了家 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那球球呢 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头 她的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不会 真的 我们离婚的时候说好了 共同抚养孩子 所以球球在我这儿几天 在她爸那儿几天 她也习惯了 我们给她的爱 一点都不比以前少 那孩子懂什么呀 还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 真不是姐 我跟球雅离婚这事 认真地跟球球商量过 你们还跟她谈这个事呢 嗯 我们在球球很小的时候 就把她当成一个 独立的个体来看 她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她有权利知道 这个家庭发生的变化 姐 你没有想过 换一种生活吗 我 我有什么换的 我挺好的 我就希望李怡瑾好好的 她好了 我就好了 我也不用那么操心 就踏实了 我就希望你好 你说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 你看看他们活得多久 自愿 去跳舞 去旅游 去购物 你的退休金也不少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着想呢 我的退休金 都在李承志那儿呢 你 你就一点都没给自己留吗 我也没有什么 要用的地方啊 妈那儿买菜的钱 你们都分担了 李怡瑾上班 她自己也能挣钱了 我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得给自己留一点 不为了你 也为了一姐 洪团长 这就是我们剧院 对小红梅系列演出 做的详细企划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随时问 你一直都是把所有的文件 做多次的备份吧 我们小李做事一向很细心的 关于舞台布置 还有道具配合这个部分 我和我们的部门同事 随时做了一些改进 我可以给您口头汇报 也希望你能感受到 我们剧院的诚意 是是是 倒是没变 什么没变 我的意思是说 当初你打动我的 靠的就是这份细心整理文件的本事 我对你们剧院的安排非常满意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好 后续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联系 好 那今天谢谢了 洪团长 帮我送一下 行 那我先走了 回机 行 那我们这些资料啊 就留在您这儿了 行 回头你们有什么后续问题 直接跟小李联系就好 可以 我们就先撤了 好 谢谢啊 这边请 好 走 走 一会儿咱们直接过去 来 赵老爷 我有事问你 有什么话晚上再说 晚上不然聚餐吧 今天张晓月又有一个天大的 喜事要公布 晚上你回去吧 好了 你要迟到了 黄教授该发脾气了 快走 快走 黄教授该生气的 我还生气呢 什么 怎么了 啥事啊 等会儿 等会儿啊 你说吧 怎么了 不是娜娜又怎么了吧 你们家娜娜天天给你打电话 什么都跟你说 你急什么 我没着急 你知道那天陶大蕾又喝多了 那对着娜娜一顿胡说八道 我就担心她不高兴于这个 陶大蕾能管得上你们家娜娜呀 放心 一大早她活红烂跳的 就去学校了 我要跟你说的是老三 她离婚了 什么 快两年了呢 离婚了还快两年了 她等于是瞒着我们啊 这老三 姐你觉得她是不是真的被宠坏了 想干嘛就干嘛 这离婚离得这么痛快 她想过孩子没有 球球才多小啊多可怜啊 说球球也早知道了 那不管球球知不知道 这事她就是自私 一个孩子从小在家里 单亲家庭长大 她肯定身心不健康的 她得多伤心啊 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跟你讲我 你晚清啊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干嘛叫我呢 你晚点再说吧 嗯 真说理就理 不知道 没想啊 你还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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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行啊